在拉丁美洲确实是一个感情 在很多事情上面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拉丁美洲外交一定要交朋友 要交朋友 那么要交朋友 他们是觉得假如你能够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的话 你就是把他当作好朋友 有真心朋友来对待 他们经常说他把地址给你 这是我的家 他说这也是你的家 他就这样 我的家就是你的家 那么可见这个家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可以建立感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在中南美地区可以说是 请客请得非常勤快 这就很为难我太太 我太太非常辛苦 有一年好像这个部里面因为立法委员的直权 说这个外馆有些馆长的官色很漂亮很大 那到底有没有好好利用 要外交部做个调查 我会报他 外交部就一个通行过来 叫我们查说这个过去一年当中 在家里请客的次数有多少 报回来 我自己都吓一大跳 我一年之内请了九十几次在家里 四天就一次了 所以你刚才在家里请九十几次 还不算我硬要去参加人家的餐会 或者是中午的时候有些工作午餐 我们都要在外面去 这个还不算 所以可见我们在外面 这个拉丁美洲这个范围叫 需要把朋友请到家里来 那么在办事的时候 跟欧盟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是你去找他办事的时候 他可能说 这个跟规定不太符合 或者按照规定是不行的 不过我来想办法 会让你感觉到他把你当朋友 所以他会想办法来 因为有些事情确实 可能可以找到变通 着重的办法 但是在欧美很可能 明明是好朋友 等你找到他什么事情 帮忙的时候 他来公事公办 你的感觉上就很不舒服 所以拉丁美洲人就是很热情 这一点就在反外交的时候 我们的感觉上是非常好 很久不舒服 聊天 就是没聊天 不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